這短片呢來一邊打個批業場然後一邊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這個盜帳號的事件 這件盜帳號的事情好像 有蠻多人因為照 官方所說的那個 要求然後去綁了 這個遊戲公司本身制定的那個遊戲帳號之後然後就出現了被盜帳號的事情 那這個到底有沒有關聯性其實很多人在講說 是因為他們做了綁定的動作才被盜帳號 有一派是這樣說啦 然後 也有人說他沒有綁定的幾乎都沒有被盜帳號 那其實我對於這家公司我其實是 不太信任這家公司因為我覺得這家公司的能力很有問題 維京數位 在 在台灣我覺得這就是小公司一家然後他代理的遊戲都是一些 小東西 那我會說他們的能力可能很有問題就是 從他的斷線lag修不好之前的現象 持續了一兩個禮拜那真的很好笑 從那件小事情我會覺得說這家公司的能力就是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你從這種事情 這麼 簡單這麼基本的事情都搞不好了 那你資訊安全你可以做多好 我是 我是非常懷疑啦 你這種斷線lag的事情都沒辦法修好 你跟我說你資訊安全可以做多好我也不相信 那我個人我是用那個Google兩部驗證去綁 Google兩部驗證這個東西 是非常 好用的 而且是很安全的 我在 15年前 玩RO的時候是沒有這種東西的 15年前還沒有 什麼兩部驗證 那後來因為有手機的時代來臨 然後有了所謂的兩部驗證 那其實Google兩部驗證我從 流亡暗道 暗黑破壞神 這些遊戲一路玩過來 還有Tera Tera的電腦版 這些從2008 還是2009左右 反正大概是2010年那時候有智慧手機然後開始有了這個兩部驗證 我一直都用Google的兩部驗證 那時候剛接觸到Google兩部驗證還搞不清楚那是要怎麼用 然後後來才發現原來這是一個透過信卡做認證的東西 而且 自從有用兩部驗證之後你幾乎看不到有人 幾乎看不到 很多人被盜 那我個人是用兩部驗證是都沒有發生過問題 所以我會非常信任Google的 兩部驗證這個功能 那再來就是 Google這家公司是全世界的公司嘛 全球的公司 他的營運範圍很廣 我相信他的資安 資訊安全的能力一定會比較好 那箱形之下呢 我跟我朋友就在聊這個 大家照官方做的那個綁定之後然後就被盜帳號 那我們就在聊他的資訊安全的漏洞 或者說資訊安全的水準 我們就在談 我說 靠你已經公司有夠暖的 笑死人 照他的畫作之後就 就出現被盜帳號的事情 看他們資訊安全是在幹什麼 然後我朋友就說對啊 資訊安全那些人說不定 喜劫供讀生反正靈鋼的離職啊 反正靈鋼 不會鬆著的歪著啊 對不對 那小公司嘛 小公司你說 這家公司在成立也沒多久 那你要叫我怎麼信任你們 這間公司的 所謂的資訊安全呢 連斷線Lag都修不好 你在跟我談什麼 資訊安全 然後你看 Google的兩部驗證 其實他是很穩定的 包括連臉書這個 好像也沒有什麼 出問題的現象 那我是不知道有沒有人用臉書被盜 那其實你 各位玩家在巴哈 你們應該都有看到一些 有人在 像我PO文啦 我PO文然後下面就有人會在下面留言說 這裡有寫 可以來這裡看 這裡都有發過精華 你可以來這裡看 然後都有一個那個說網址 一個不明連結 我是不曉得各位有多少人 好歹好歹去點那個東西 那一看就知道有鬼嘛 他媽的 每篇我發文他都在下面跟我講說這裡已經有寫 幹 幹你屁事喔這裡有寫 我就覺得說就是小西郎 阿巴哈那種人喔 那種什麼這裡已經有寫 然後一個小王子這個 我怎麼檢舉就檢舉不然你仔細去看 一大堆文都有他在那邊留言 幹這上面給他拖害怕 那是白白 阿我怎麼檢舉他不知道要消失了沒 反正他可能又創一個新帳號又繼續用這種事情 照理說這種事情應該去給他鎖IP才對 亂七八糟的 不知道鎖IP有沒有用 說不定現在人家用VPN也是可以照樣在那邊發那種廢文 所以其實 各位你要去判斷喔有些網站 他們其實不安好心 講得好像很好聽喔這裡有寫什麼的 那你要先判斷一下 到底 那個東西有沒有異常 多看個幾篇 最好不要 點那種不明的連結 那不明連結有的人點了之後他又點了什麼執行 執行什麼軟體程式那更慘 那可能很快就被到帳號 沒有 那其實說真的這個遊戲已經是綁 綁那個 幾乎沒辦法讓你交易沒有辦法做金幣的交易 所以 到底到了之後能夠去幹什麼其實也是有限 只是說你被到的人真的是很幹 那當然我們要回到前面剛剛講 這種遊戲公司這麼鳥 斷線LAG修不好 我今天還有遇到卡傳點 我起來就沒送 我今天打個裂縫都跟朋友組好了我刪開了 三個帳號都開了然後結果進去之後 我裂縫一開然後就 整個隊伍全部跳出 真的是笑死人 已經都營運一個半月了還搞出這種問題 然後這樣子 這種被倒帳號是很快 就會 就會直接退坑了一般來講 現在的人 遊戲那麼多可以選嘛又不差你這家公司而且你這是養成遊戲 你養成遊戲一旦發生被倒帳號的事情就 基本上就是要垮台了 那你說這樣子 這些補救方式 然後什麼付身份證 贏本 那多麻煩 現在的人 你要他綁兩不驗證的跟你說麻煩啊 你要他去辦一個 iPhone的韓國ID他就嫌麻煩 你還要他寄身份證 正反面 然後還要跟你在公司 跟你在間公司搞那些有的沒的 誰鳥你 直接賣賞就好啊 幹 自己補家 我是比較傾向於相信說他們的資訊安全出了問題 就是人家照你的話做綁了你公司的東西之後然後就出包了 那我覺得真的是 你們公司的問題比較大 人家Google兩不驗證都比你穩定多了 所以我今天會選擇沒有使用 我一直沒有去使用他們綁那個東西 我是一開始我就不相信這家公司的資訊安全 我覺得他們非常有問題 非常不安全 所以我選擇了我繼續用Google兩不驗證 那我另外一組帳號 FB那一個也還好 也沒有特別去綁什麼 但是就順順的玩這樣子 只是說跟大家分享 有關於資訊安全這種 像Google這種大公司 他是比較可靠 那你說說像維京數位這種小公司 說真的啦裡面的人到底數值怎麼樣 是不是整天也是去那邊混的 這很有可能 到底混得多兇 其實 可能也猜得出來啦 然後你看之前斷線的事情也沒有給一個好的交代 也沒有去說明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那如果去對策 也沒有對策啊今天還是有卡傳點啦 我今天在玩遊戲還是卡傳點 那這是我以上一個簡短的 關於這次到帳號的事件跟資訊安全的判斷 那我還好我的判斷應該是對的 沒有去綁他們那種 爛機制 我今天都已經有Google的 兩部驗證了 為什麼還要 綁你那個遊戲公司的 東西呢 我HIT玩了一兩年了 快兩年了 應該說 玩了 一年多了 我HIT玩那麼久了 我綁Google帳號我有出過什麼問題嗎 我那麼多遊戲我都綁Google帳號我有出問題嗎 沒有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 特別再去 說幾類 你們公司的那種系統 跟你的公司系統連結 跟你們公司系統連結 我不見得會比較安心 這大概就是我的見解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